吴逸熙、徐榮、胡惟康 現身節目《日日媽媽聲》分享 Jeannie和徐榮分別育有一對子女 大家在育兒方面都各有心得 Jeannie說跟老公臭小朋友方向一致 支持自由發展 不過在疫情下多了機會困獸鬥 就令Jeannie很頭痛 她還大爆女兒遺傳了她的求之欲 我適服我的小朋友 已經去到這個時期都問 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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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候 可能遺傳了我很喜歡問為什麼 她不停問我為什麼 問得我開始有點懶惰 但我又要壓抑自己 不可以生氣、不可以生氣 因為有很多問題 當我們解釋不到的時候 你就要去想不同的方法去回答 但她們很神奇 她們可以同一個問題問50次 那我還可以想什麼答案呢? 我現在想到一個挺好的方法 我說寶寶,不如我扮你,你扮媽媽 你問她為什麼? 對,我不停問她為什麼 然後她又會用回 用回一個 可能我之前回答過她的答案回答給我 你慢慢就會發現 原來其實某程度 當她問完為什麼 她就算不停問的時候 其實她是吸收了我進去的 她知道答案的 說到肉而驚 三位美女主持余安安 羅敏莊和陳凱琳 絕對大把課跟大家交流 每一集都有不同的趣事分享給觀眾 不同的臭弟兄可以分享一下 你一定會 我現在有很多新的東西 孫兒不停學習 又學了一些新的東西 是,挺有趣的,好玩 可以經常分享,每一集都分享一下 每一集都分享一些東西 那可能呢? 也會的,因為現在大兒子 開始懂得說話 又有點橫皮,又欺負弟弟 所以如果可以從我們的嘉賓去學習 如何去教好一點的小朋友 如何去令他親吻他的弟弟 那就好了 如果最想男士們去做的話 會是做些什麼的環節呢? 體驗女士之父 我們節目有很多 是的 做不到的這件事 最想他們嘗試怎樣生孩子 哦,這個 但是最多都是用那些機器去抽一下 他們通,其實真的差一千倍 是的 陪她也好,叫她們陪她也好 陪她也好 我也沒有這樣查忍 很悶的 要驚視一下 嘩 是的 胡偉康自揭三十歲的時候 才知道自己是被父母 撿回家裡養大的感人身世 今時今日舊事重提 他依然很自豪 有一對這麼無私的父母 今時會不會都很感動 只是說這件事 其實那一刻是有一點點覺得 嗯 其實我不知道是無所謂的 因為他們當時覺得我 都這麼大的兒子 應該知道我親生的 但是冥冥中有些事情安排了 其實我十幾歲的時候 大概都有一些蛛絲馬跡被我發現了 但我一直是蓋住了這件事 我當沒事發生 但是當刻的心情 和剛才說的心情 是不是都已經有一點點不同了 現在看當然是不同了 是的 也經過了這麼多年 而且也叫做托賴 在他們兩老年紀大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照顧他們 是的 二十四孝爸爸 徐榮在女兒眼中是個偶像 而在大兒子心目中 就是挑戰對象 只要一見到一對寶貝子女 所以徐榮的心就會立即融化了 其實我知道他們比較多 因為我很喜歡跟他們玩 跟他們玩的時候就好像減額一樣 我經常抱著女兒 她說爸爸你今天抱了很多次 對呀你讓我抱多幾次 剛才在節目中也有試過女人之苦 看到你做了一個很驚嚇的舉動 就是這個體驗脫毛 是啊 真是很特別的體驗 真的 之前有試過嗎 就是黏著撕開 我沒試過 最害怕的那一刻 是撕開之前 幾位主持 他們不斷說 哇這裡的毛那麼長 一定很痛 結果拔掉的時候 又沒有想像中那麼痛